1912年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覆灭 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 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渐渐开化 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 她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及审美倾向而独树一致 并当时的男性作家耳目一新 尤其是她们将自身大胆的人生 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精神 渗透融合于文学作品之中 达到了更鲜活更新奇的效果 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 其中史良、慎爱怡、吴建雄、陈恒哲、苏雪凌、陆小曼、林舒华、谢婉莹、林徽英 张爱玲被称为民国十大才女 一、史良 1900年3月27日出生 1985年9月6日去世 自存初女 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 江苏常州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 1915年考入常州女士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 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 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 1927年毕业后任南京政工人员养成所指导员 918事变后 一向争取女权的史良 发起组织上海妇女借救国会担任李氏 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 因参加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他是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部长 生前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名盟中央主席 1985年9月6日去世 享年85岁 二、盛爱怡 1900出生 1983去世江苏省武进县人 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 盛宣怀的亲女儿 盛爱怡从小聪明伶俐 见多识广 是盛宣怀最为宠爱的女儿 盛爱怡就读上海盛约翰大学 她精通英文能化善秀 写的一首好字 16岁那年盛爱怡 便以示亭亭玉立 如花似玉的豪门归秀了 盛爱怡遗传了甚喧怀 具有才能和胆破的优秀基因 盛爱怡外表柔美秀丽 但内心坚韧 刚烈 桀骜不驯 一身历经波澜 三、吴建雄 1912年5月31日出生 1997年2月16去世 身于江苏省苏州太苍流河镇 美籍华人 著名核物理学家 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 世界物理女王 原子弹之母 原子核物理的女王 中国居里夫人 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 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 在贝特衰变研究领域 具有世界性的贡献 吴建雄是民国十大才女中 唯一的科学家 四、陈恒哲 江苏常州人史学家 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陈恒哲是和任洪眷 胡适一代的 民国黄金十年的大知识分子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不管自己学的是文实法 还是理工医农 首先都是社会评论家 随时对社会问题 仗义直言 发飙问难 五、苏雪玲 1897年3月26日出生 1999年4月21日去世 享年102岁 原名苏小梅 乳名瑞奴、小妹 学名小梅、自雪玲 比名瑞奴、瑞卢、小妹 绿衣、林芬、老梅等 后因深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 将小自省去改为苏梅 有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 及苏雪玲 习冠安徽太平县岭夏村 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城衙门里 他一生从事教育 先后在滬江大学 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 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 他笔根不错被誉为文坛的长青术 六、陆小曼 1903年出生 1965年去世江苏常州人 近代女画家 师从刘海素、陈半丁、贺天剑等名家 晚年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 曾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画展 陆小曼擅长戏剧 曾与徐志摩合作 创作五幕话剧《变昆刚》 他还安昆渠也能眼皮黄 写的一首好文章 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 因与徐志摩的婚恋而成为著名近代人物 1965年4月3日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享年63岁 七、林书华 林书华确实可以称为高门巨族的惊魂 其祖父林朝庚乃广东攀裕巨父 其父林夫棚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 官至直立不正史受一平顶带 民国以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要职 林书华儿时 吉师从宫廷师谬宿君 稍长又从孤鸿鸣学习英语 带到妙龄又面见印度诗人泰戈尔 嫁给大才子陈希盈 与徐志摩胡适等人成为密友 中年之时 又与苏雪凌原昌英并称洛家三杰 八、谢婉营 冰心1900年10月5日出生 1999年2月28日去世 原名谢婉营福建常乐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宁静成员 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 社会活动家、散文家 李宁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湖 1923年出国留学前后 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 继小读者的通讯散文 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 1946年在日本被东京大学 定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 讲授中国新闻学课程 于1951年返回中国 1999年2月28日 21时12分冰心 在北京医院逝世 享年99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九、林徽英 1904年6月10日出生 1955年4月1日去世 女、汉族、福建敏县、金福州、人 出生于浙江杭州 原名林徽英 其名出自诗、大雅、思琪 大四四徽英、泽百思南 后英常被人物认为 当时一作家林薇英 顾改名、徽英 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 人民英雄纪念碑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建筑师 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 30年代初 同梁思成 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 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 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 变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文学上 著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一文和书信等 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连灯、九十九度钟等 其中《你是人间四月天》最为大众熟知 广为传领 十张爱玲 中国现代作家 原籍河北省唐山市 原名张英 1920年9月30日 出身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 一幢目落贵族府邸 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及文学论著 它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 加以研究 1944年张爱玲结识湖南城与之交往 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 1995年9月8日 适逢中秋节 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维斯特伍德市 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 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 中年75岁 被发现的时候 她已经过时一个星期 9月30日生前 好友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后 骨灰被洒入太平洋 通知冒际